国家电影局于29日召开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 会议分析,疫情对电影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 目前估算全年票房损失超超过300亿元 将对电影产业带来深刻调整,产生深刻影响 疫情对电影行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也是在倒逼电影产业改革升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